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渐渐 我是秀发最出众的迷妹 今天为了解介绍的是一部搞笑科幻片 进化危机,小黄开着车来到了荒郊野岭 将自己的女朋友从车上拖了下来 扔进了路边的小房子,然后一把火点燃了她 原来她正在准备明天的小黄考试 突然一颗巨大的云石砸向了她,幸好跑得快 不过出和女朋友算是废了 艾瑞是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好机有小黑则是地质学家 这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郊区发现了不明生物 便带着艾瑞开车前往调查 正好就是小黄昨晚被砸的地方 隐石关穿到了地下80英尺的洞穴 两个教授下去准备采集一些样本 震惊地发现,隐石上已经长了一些东西 而且还会流出液体 通过显微镜,艾瑞观察到 这些单细胞生物在不停地分裂 从DNA来看,这并不属于地球生物 而是外星物种 当她把小黑叫过来看的时候 单细胞竟然进化成了多细胞 她们正在飞速净化 几亿年的净化过程 她们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两人为了出名 立刻行动 带着学生们想去把陨石挖走研究 再次进到洞穴 发现这里已经长出了植物 这个外星生物 正在将这里的空气 装化成自己的大气层 地下还有非常多的挑虫 将它们加起来观察后发现 它们适应不了人类的氧气 艾瑞便将它们 连同它们生成的气体 一起装进了样本罐 发现它们竟然可以自我分裂 意识到这是个重大发现的艾瑞和小黑 再次前往陨石坑 却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军事研究所 长官很客气地将它们请了出去 说这件事已经和它们没有关系了 它们奇迹败坏地回到学校 发现之前所有的研究资料都被洗劫一空 于是它们决定深夜潜入研究所 去偷样本 结果不仅被发现 小黄的身子里还钻进了一只虫子 医生不得不通过某种特殊手段 用镊子把那只虫子夹了出来 当晚某个派对上小黄为了生计在这里当服务员 一堆情人在河边优惠 不料男人被异形硬生生地拽入了河里 受到惊吓的女人跑回派对上 告知了所有人 第二天小黄就带着已经死亡的异形样本找到了艾瑞 说在追捕她的过程中 她突然窒息而死了 说明异形现在仍然不能适应地球的环境 而艾瑞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立刻去提醒军事研究所的金发妹 临走还不忘撩她一下 三个大兄弟去餐厅吃饭 从警察的无线店 偷听到了异形出没的消息 即刻前往 大妈们还以为是谁家的狗走丢了 没想到异形 没想到异形突然伸出了舌头 看上去这么蠢忙 居然用舌头咬人 她的死因也是窒息 小黄很快就发现了更让人震惊的事情 外面的土堆上躺着数不清的恐龙尸体 小黑推测 与石坑连接着各个地方的缝隙 才会导致这些外星生物在各种地方出现 突然一只没有死透的恐龙 吐出了好大一坨东西 竟然是一只龙宝宝 而且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地球的环境 飞走了 冲进了人满为患的商场 三兄弟立刻前往击毙了它 这件事情终于惊动了市长 金发妹说 如果不在三天内解决这些外星生物 他们两个月就会占量美国 长官提议将这里炸掉 但是市长不同意 同时陨石坑里的外星生物 已经进化成灵长类了 还冲上来袭击了人类 市长立刻下令疏散居民 炸掉城市 金发妹看透了长官的丑恶嘴脸 不想再提搭工作 便带着资料和三兄弟一起回了学校 他们震惊地发现 外星生物欲火就发 火焰就是他们的触媒 金发妹立刻打电话通知长官 但是长官根本不理他 艾瑞从金发妹穿的衣服上得到了灵感 知道了外星生物的克星是锡元素 大概需要500加轮 但是他们要去哪里找那么多锡呢 答案就是海菲斯洗发水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硫化锡 你们认真地告诉我 这真的不是为了海菲斯广告拍的电影吧 话不多说 众人用堆成山的海菲斯 灌满了消防车 准备去给外星生物洗头 同时长官也引爆了炸弹 外星生物浴火疯狂生长 直接破土而出 很快就要分裂占领整个城市 带着主角光环的一行人 立马开车找到外星生物的菊花 用海菲斯给它消毒 外星生物很快就扛不住 爆炸了 艾瑞等人也因此出名 还收获了一个漂亮女友 最后 好像还赚了点广告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欢迎你起用海菲斯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